裝修期間主要是上來調查師傅的進度 師傅態度都很好 亦都跟我說進度去到哪裡 今次來到Savannah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697呎 屬於四房間隔 這一刻我覺得很平靜 很想一直在這裡打坐洗滴心靈 在這裡打坐真的很舒服 完全可以放空自己 整理思緒 不過情報教主派你上來參觀單位 你是不是應該做自己一份樂事呢 不要緊 就等你參觀完之後 我們一起去打坐面上 嗯 一如這樣 我想問一下 最初你是怎樣接觸到設計情報中心 當初我在雜誌上面先看到 之後就上你們網站 看過你們的相同短片 覺得幾好 所以就找你們幫忙收設計了 我進入房子的時候 我發現房子的元素有兩大特點 一來就是這個風景畫 二來還有一些很特色的詩詞 究竟這個設計是你自己想出來 還是設計師幫你想的 設計上主要都是由我提出的 我本身很喜歡自然環境 所以希望在家裡用多些木元素的傢俱 再用風景畫加強自然的風格 同時我也有講求物理性和心靈上的平衡 這方面跟設計師談了很久 嗯 還有我留意到 在梳化後面這一幅熱紋長布 還有電視後面的雲石磚 其實感覺好像自己被大地包圍住一樣 當然 設計師真的很低賺 因為我想長身容易清潔一些 幫我想方法融入在設計裏面 所以設計師在整個設計上 都花了不少心思 對 為了凸顯這兩個獨特的主題 在傢俱和長身都用了簡約和淺色的設計 平衡單位整體的觀感 想不想參觀其他地方呢 當然想 現在讓你帶我到處參觀一下 好 沒問題 想不到除了客廳之外 走廊位每一道門都有很多不同的字畫 好像在參觀畫廊一樣 對 我喜歡這個設計 門畫是給家人的溫馨提示 而且全部都是訂造的 所以我對你們訂造傢俱的服務真的很滿意 無論我對家屬任何要求 你們都會幫我設計出我心目中的形象 我想問一下 整間屋的間隔有沒有做過改動呢 有 本身頭房的門是偏向一邊的 設計師就幫我們擦牆 然後把門口位改回中間 等誰放左右兩邊分別放到書桌和衣櫃 在裝修期間 你有沒有檢查過裝修的進度 裝修期間主要都是檢查師傅的進度 師傅態度都很好 亦都會幫我趕回進度去到哪裡 原來如此 亦可以透過Online Clicking 即時跟設計師還有師傅溝通 設計師將原本的工人房 改造衣帽間 用進其中一邊的位置 做了一個大型的衣帽櫃 可以放到大量護主的服飾 參觀完你的主人房之後 我發現這間房真的很有特色 當然 主人房是我整個單位最滿意的地方 不單要做到我心靈和物理上的平衡 還有其他地方很值得讚 真的嗎 設計師幫我們訂了L型的書桌方便工作 這裡亦有用蓮花背景的獅子 書桌上的佛經和床邊的風景 令人放鬆心情 亦都貫徹全屋設計風格 還有以日式推拉門做靈感的櫃門 配以淡雅的木式設計 在這裡無論做事還是休息都那麼舒服 聽你這樣說 你對我們設計情報中心都很滿意 由設計師專心聽取我的意見之後 到裝修之後和我想像一模一樣 我想只有設計情報中心給我這麼多經歷 應該的 這是我們設計情報中心的服務宗旨 所以下次我或朋友再需要裝修設計 我都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家